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提升 在东南沿海地区 越来越多的超级大港开始建设 众所周知 如今随着交通工具的换代升级 航运的优渥性早已替代了陆运 于是乎 许多西方国家在很多年以前 就开始花费大量的精力和物力建造新型船只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国的船只制造 相比欧美这些老牌工业国家都是略逊一筹的 但是就在近日 一则消息横空出世 震惊了无数网友 没错 就是我国自主建造的 第一艘火车航母切诺基号成功问世 再一次傲视群雄 创下了世界之最 许多欧美国家听闻消息后 不惜花费重金向我国求购 一时之间 切诺基号成为了无数国家眼里的香波波 那么问题来了 火车航母切诺基号究竟有多厉害呢 为什么连发达国家都为之眼红呢 我们又是否将它出口销售呢 在观看本期视频之前 麻烦各位观众老爷们给阿正点个关注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切诺基号与一般的运输船不同 而它的魅力也就凸显于此 火车航母切诺基号的成功发展 得益于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兴盛 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基础 即使在疫情时期 我国的交通运输业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它不仅用于在平日里提供各种材料 还进行了自身的创新开发 它的高度高达16.2米 总长度达到180米 承载能力超过2万吨 这意味着它只能在甲板上装载火车 不像传统的火车运输车 由于列车轨道设计在切诺基的两层甲板上 100多节车厢可以一次性地顺利进入 进入船只的列车 也可以从想象变成现实 因此 外界会称之为火车航母 许多专家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如今经济贸易盛行的今天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海运实力 就是要看这个国家的运输船是否坚固 是否可以远航 而如今 火车航母切诺基号的问世 恰恰好好就符合了以上这几个要求 在目前来讲 绝对是船中归宝 可遇而不可求 除了承载能力大的优势外 切诺基火车航空母舰 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环保优势 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 我们使用的试废器排放最少的设备 这十分符合目前国际上的环保潮流 也为地球的生态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快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无需离家 就能满足日常需要的生活模式 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快递业的发展 再从前 物流行业并不发达 许多人在网上购物 需要等至少一周才可以送达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制约的 许多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乎 近几十年来 物流的货运方式越来越便利 如今火车航母的研发 也必将会为物流领域添砖加瓦 其次切诺基号的优势 还有很多 它的火车运输能力很强 为了承载最多的列车 它总共安装了 四公里长的列车轨道 此外 该运输船还采用了 独特的上下双层设计 共有两层可承载车蒙皮 使其最大承载能力 达到288列车蒙皮 最大承载能力达到2万吨 目前西方还没有一艘运输船 能超过这种性能 除了强大的表现 切诺基还拥有许多 由中国开发的独特技能 例如 为了提高列车的装卸速度 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设计 允许列车从岸边出发 而无需任何特殊处理 为了最大限度的 提高列车的承载能力 西方国家的列车承运人 在装载列车时 一般要求将列车分成若干节 或若干节的列车蒙皮 然后在运输到目的地后 逐节组装 虽然这可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桥面利用率和装载能力 但它极大的延长了装载时间 一列火车装载 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而且诺基火车轨道 采用了特殊设计 装载时不需要将火车分开 大大缩短了列车的装卸时间 提高了运输效率 但从这一点来看 就已经领先了 国外大多数的运输船 现如今 许多国家在听闻 切诺基号的大名后 纷纷想花费重金购买 这其中 老美最是心思迫切 那么有的小伙伴 可能就要问了 为什么连老美这种老牌航运国家 都想进口我们的切诺基号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近些年来 全世界航运设备的发展 已经渐渐进入了瓶颈期 由于受到能源的限制 许多发达国家 都不可能自行研发新型的航运船只 老美也不例外 但是虽然航运设备停滞 但是经济仍要发展 于是乎 对于新型航运船只的需求 发达国家的急迫程度 比一些小国更大 老美虽然航母众多 但是普通的运输船方面 却没有太大的优势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要进口我们的切诺基号呢 而如今我们的切诺基号 已经能够承载2万多吨的货物了 虽然目前它的主要用途 是用来运输火车车厢 但是在未来 一旦能够大批量的生产 必然会对我们的生活 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影响 尤其是物流行业 也会更加的兴盛 显然 这都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 发表您的意见 你们的留言 我都会一一回复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给阿正这个原创作者 点个关注点个赞 阿正在此 谢谢各位观众老爷们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y bwd6